首相纳杜斯里纳吉 连同交通部长纳杜斯里廖钟来 今早为吉隆坡国际机场 全新的航空交通控制中心 主持动图里 这个将在2019年3月中旬 落成的中心 将能够让吉隆坡国际机场 提供三个跑道 给国内外客机起飞降落 大大缩短客机等待时间 而这套系统是东南亚国家 首次采用 他指出 这项耗资6亿令吉的大工程 将能够提供更多优质航飞时段 给各国客机 提升我国在航空领域的竞争力 进而带动我国旅游业和经济发展 八度空间陈明杰吉隆坡报道